长久以来我们都相信读书是脱离贫穷最好的方式 不过这位大老板今天告诉大家未必 他是何勤科技董事长朱顺一 这天他到他的母校交大 颁发奖学金的时候发现只有两名清寒生 那么过去穷人翻身靠教育 那么现在呢名校生是几乎用不到这些清寒奖学金 不过他要告诉大家 不是大家便有钱了 而是现在穷人的孩子根本进不了名校 掌声欢迎朱学长 何勤科技董事长朱顺一回到自己的母校交大颁发奖学金 才知道清寒生只剩两位 家里没办法注重他的学业 根本就上不了好的学校 现在就变成这个好像出身不平等 以前我们是没钱也没钱补习也没什么 那还是一样可以考上公立学校 朱顺一说从小到大都是靠奖学金 才能完成学业 但他最近发现清寒生似乎越来越少 原因不是大家便富有 而是清寒生根本进不了好学校 家境比较不好的要忙 多花时间负担家境 所以读书时间变少 原本那暑假想要读书的 可是发现每次就是上完八个小时班 每天这样下来 我回到家就是整个就是筋疲力竭 完全没有办法念书 连念书的时间都不够 更何况面对现在多元的入学方案 十八班五亿得都要会 家境不好的学生根本不可能负担 现在的这个 在大学里头的这种帮助的措施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根据我的经验 只要能够进到交代来 只要肯努力 没有任何人是毕不了业 而且都可以学到他想学到的 这个方面的知识 校方承认 若是学生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 很难出头 寄望未来繁星招生名额增加到15% 可以给侵害学生更多机会 主题新闻综合报道